我們其實在面部最多聽見的問題 除了皮膚的暗瘡之外 很多時候大家有時候都會聽見有兩種問題 一個就是所謂面癱 一個就是三叉神經的問題 有些朋友可能分得不太清楚 其實我們從腦部出來的頭部 是有十二對神經幫我們管整個頭部的活動 包括我們講話 利 利的動動 微覺 看東西 視覺 聽東西 但是我們主要面部的動動是兩條神經管理的 一條就是我們的第五條神經就是三叉神經 另一條就是第七條神經我們叫做面部神經 面部神經就是管我們的動動的 所以如果面部神經有一個麻痺 很多時候有時候可能是被一些病毒侵入 就會有一個面癱的情況出現 嚴重的人可能是合不到眼睛 合不到那邊的眼睛 動不了那條尾 和臉歪去正常那邊 因為這邊沒有了力 因為第七條神經管的是我們運動神經 第五條主要就是去管我們面部的感覺 而我們面部帶的感覺是很多的 所以第五條神經差不多是我們那十二條神經裡面最粗的一條 那它其實是向我們將那些訊息傳入去我們腦部的 那它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叫三叉呢 就真的是你這樣三隻手指 你差不多放在這裏 你就差不多想到那三條了 三條是一條是供應 那這三條是由額頭一路過來的 另一個是主要是面的中間 拳骨那些到口角的上面的 另一個是我們下爬這裏 下爬下去的一個位置那裏 那這三條神經管我們很多不同的痛覺 溫度啊 冷熱啊 那些觸碰的感覺 然後它去到耳裏面 就是一個大的神經結然後才是形成我們第五條神經 伸進去腦裏 三叉神經如果病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些人就會有點刺痛 嚴重甚至是一些好像有電 射出來 很嚴重的朋友有時會告訴你 我突然說一下會突然說不下 因為再動就痛得很厲害 所以是要病向前中醫的 如果有這樣的感覺都值得給醫生看看 我們也要檢查牙齒 因為有很多人可能開頭是牙根有問題 所以這些事都不要去拖 病向前中醫早點去照顧就會好些